哈喽大家好我是老赵 今天呢刚刚到店里面啊就有一个缅甸的朋友啊 之前也给老赵送过一点料子啊 做出来还可以 他今天给我打电话说他家里面倒了新货啊 要送过来给我看一看 好今天呢我们又一起看看这位缅甸朋友 给我们送来什么样的好货吧 哈喽 马卫 到了 明哥来吧 哇你这个是一袋的啊 一袋的 我刚才先到的 我刚才先到的 刚才拿来的 才到的 里面有什么我都没看到 是不是公斤料这个 不是不是公斤了 太差了就不用倒出来了 我只要好的 好东西 好东西 放心啊 怎么一袋的 来来来我给你抬 那拆出来不好不要了啊 可以 好料子的 那怎么说你今天怎么拿了一袋这种放到这里吧 我刚才去那了 新到的 新到的 里面有什么货 小伙找个剪刀过来 里面有什么货我都还没看 有什么货你还没看是吧 我都没看 莫奈啊 上一次他 给我们送过货 来 给大家打个招呼 明了吧 小伙伴你好 上次他拿过来的货 咱们做出来效果还是可以的 是的 对 来我们看一下啊 哦 还有还有一层袋子 对 里面有什么好东西 我都没看 从皮革上看应该是一批会卡的一个断口是吧 品质的话 老赵 小伙拿个电筒过来 老赵现在看的话 反正是不打灯好的也挺少啊 来 飘花的 像这种料子的话呢 原来我们也收过 基本上就看花啊 看也没有飘花了 来你们看刚刚老赵挑的这个 对吧 他这里有飘花 哎 水头太短了这个 好料子 里面有什么我都没看到 我都现在看到的 我们只能说是挑一挑有没有好的啊 其实这个的话呢 也就像 我们怎么说呢 也就像 咱们说公斤料那种也差不多了 也比公斤料好一点点啊 这个不是公斤料大哥呀 是的 都有一点水头 只能说是这样说 来朋友们 这个小边角的话到时候他开窗出来 他是带春的啊 现在他是 有壳在嘛 对不对 像这种起这种白雾的话呢 你开窗窗啊 到时候 或者是直接做货出来 他这种是有底吹啊 这种小个头的料子还是可以的 但又好得太少啊 好得太少 嗯 对像这些的话还可以 这种小边角料你看 它断口的地方啊 肉都是黑的 没有看到 像这种这种小精品呢 好的东西是有的 但是都是些小个头的 大个头的感觉好得少 小个头像刚刚老赵挑的那个的话呢 已经到诺宾了啊 因为大家直接可以看到他断口处的肉全部都是黑的 你们从缅甸拿来缅甸那边装是不是把那种好的大料子啊 把它给敲成小个小个的掺的这些不好的卖啊 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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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朋友们过来看一下啊 一大堆我们就挑了出来这小堆啊 像这个的话呢 是老赵觉得他有花啊 留了一下啊 这种做翘色雕也可以 就是把白肉全部挖掉啊 也可以 然后像这边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些小精品啊 这种品质很好了 有一个的倒冰了啊 怎么说这一堆多少钱吗 这一堆三万八啊 滴滴摸摸的 好料子 滴滴摸摸的你看 这一堆料子 反正小的的话呢 因为它品质高啊 怎么说呢 他就是老赵说的倒一点冰的那个的话 应该也能值个四五千是有的 因为它一个糯冰的一个小挂件嘛 你们自己去想它的价值 对不对 然后其他的话呢 也是有一些品质还不错的 对吧 一小包 一二三四 十五个啊 小个头的呢 品质要好一点 八千嘛 行不行 八千嘛 漏了嘞 我没喊价售的 没有喊价 最便宜多少 最低多少 这些 三万六贵你了 我少给你养钱嘛 三万六 三万六太高了 三万六那种太亏了 拿下来 不高 给你加一些嘛 九千块钱行不行 这些 行不行 行不行 你辛苦 把料子拿过来 我给价你又不卖 到时候你还要把它拿回去 你给价钱了吧 我给你加一点 我全部把它要了 行不行 但是这些你 就是说是你先告诉我 你这些你要不要 反正品质 品质也 也不好嘛 要不你就全部 然后我选择 全部弹啊 全部弹啊 全部弹那些全部弹嘛 全部弹 但是这些是品质不好啊 这些是差的嘛 对不对 好的 我们两个套 跳过来了嘛 对不对 你抬回去也麻烦 抬回去也麻烦 这样吧 全部给你加三千块钱 一万二 行了 好不好 这些三千块钱都差不多了 怎么说呢 因为这些都没没什么种啊 没什么种 没水的 我知道 就是说他这些呢 它是翡翠 这些东西呢 他能不能做货呢 也能做啊 呃 做出来之后呢 因为他单个的价值不高 对吧 所以说是如果说你没有机器雕 你用人工去雕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他要料不底工 对吧 如果是说像在四汇 平州那些有那种专门的机器 的话呢 我们这种的话也还可以 因为他做出来的话 单件的成本就是很便宜嘛 然后这种做出来的话 你像打珠子啊 这些是吧 打出来肯定也还是好看的 像这种 他虽然种不够是吧 但是他有飘花啊 还有绿花 对不对 你看这种 他没裂的话 他能掏多少珠子出来 咱们掏一串这种飘花的珠子 虽然他总是白的 但也挺好看 对不对 也挺好看 就像老赵手上这个也挺好看 所以说这些的话 他还是有价值 说价值不高 一万二差不多了 一万二不行 也就是说这边值钱 这边不值钱 我不骗你 差不多了 也辛苦跑一趟 对不对 一万二 你们这个从缅甸拿过来的话 估计也就是 几千块钱一个成本嘛 对不对 你也赚几千块钱也新了嘛 是不是 只要这个滴滴摸摸太小了 如果说是要有一个大的 要有一个大的 像这种的 他品质高的话 我会加的 会多加 但是这些 哇他怎么说呢 滴滴摸摸东西太小了 对不对 我肯定要赚钱了嘛 是吧 真的 其实很多的料子 你一万二的 太低了吧 你来看看 你来懂得点了吧 不是不懂得点 哎呀 我也不说了 再给你加两千 一万四 行就行 不行 我就给你 刚才给了 一万三 加两千 你这多少 一万五了吧 刚刚我说 我说加三千 一万二 嗯 这个九千 这个三千 一万二嘛 是吧 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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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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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拿回去也麻烦 我这个都麻烦 这一代 我还要到时候 还要拿去工厂 是不是 我拿先给你 来 这个是整数一万 封条都没开的 那你数一下 四千块钱 有没有 来朋友们 现在呢 我们给大家 看一看 挑几个好的出来 那像这种 是吧 你看它断口处的肉 发黑就好了 你看这些地方都是 那种雾黑 雾黑的 对吧 虽然它个头小 对吧 还有点飘花 那种精品的 这种小刮件 钱对不对 对的啊 对的 等一下 我挑挑 这个里面 炒的 我看给你们看 那这种 这个就是刚刚我说 品质最高的那个 你看这个地方 黑成这种样子 是不是 因为它全部都是断口了 你看它还有花 还有花 把这些裂币一下 这里有道理 裂币一下 做个壁裂雕的 一个挂件 很精致 这种的话呢 就是说它的价值 就要几千块钱了 对不对 那像这种的话呢 它就是什么 高细糯啊 但是没有到冰的 一个味道 但是呢 它肉很细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断口处呢 肉是很细的 我刚才看到 一个春的是吧 一个春带飘花的 一个手把件 来 这个的话呢 它也是等于说 是一个高细糯的 一个手把件 但是呢 这种我们就图一个 说它价格 总体来说不贵 然后它有一个特色 你看是吧 这里有飘花 然后这里也有飘花 对吧 可以做一个手把 形状还是蛮不错的 那么这几个的价格 价值的话 总体就拉上来了 其他的话呢 基本上也就是一些高细糯 然后 冰不到一点点 但是都有冰味 来 这个是春料 这个有点像那种 冰春冰春的那种感觉了 这个小春料 你看 它这些 你看它这些皮壳 虽然断口处 但是都长上去了 对不对 这一个 你看 春带彩 我们经常说的 春带彩 是吧 很便宜的 我知道很便宜 你看这个荧光 都有一点点 荧光都有一点点 中间有一道大裂 这里都起荧光了 好的东西 值钱的呢 有六个 六个的话呢 基本上金价都能 市场上面 应该都能到一个 四千块钱一个左右 所以说是 赚了还是 赚了是赚一点点了 钱对不对 钱对了 是吧 好 感谢 下一次这种货就 算了 这个它太大了 你看这么多品质差的 是不是 我们就是收一次 好不好 下一次 你把你家里面 来了二十代吗 如果说你不是 一代一代的吗 你把它全部倒出来 像那种好的 那种好的 你把它挑出来 行不行 你知道我的吗 我只要 我们只要好的 但是这个的话呢 如果说是没有 我们会留一点点 就是说是 对于那种 新认识翡翠的 那些朋友们呢 可以 就是说给你们 拿一点过去 你们自己看一看 这种低品质的翡翠 长什么样子 剩下的呢 我们还是会 全部把它 扔到加工厂 我找一个小学徒 是吧 让他给我盯着 弄一个月 看看能弄出多少柱子来 到时候我们做出 一大袋 这个柱子 看一看 单条的柱子 能打到多少钱 好 Thank you Thank you 好 接下来呢 你们就顺目以待吧 我就把这个东西 拿去工厂了 然后一个月后 我们看看 能出多少柱子 然后 这些 精品的小料呢 目前啊 就说是你们 喜欢的话 直接截图 去找小家就可以了 接下来 等一下我们就把它送到 加工厂那边 我们一个月后看看 出来的柱子品质是怎么样的啊 A few moments later 来朋友们 今天从工厂拿到一点 之前那批料子的样品啊 咱们不是说都给打柱子吗 对吧 所以说打了一些出来的话 效果还可以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目前的话 这些是一些样品啊 还有很多 还没有做完 最后的话 这个柱子应该能出很多 来我们看一下啊 有几个品质很高的啊 我们是做了像这种手串 是吧 我刚刚做出来的话 有两条已经被我朋友 直接订走了啊 被我朋友直接订走了 这种豆色啊 我们切出来两个啊 里面是有这种豆色的 这种呢 它就是说是豆种的那种色啊 配到这个手串上呢 也挺好看 然后我又把自己的那个黄匪 拿过去了一个 对吧 让他们切了 也是打柱子 这样黄匪配进来之后呢 它的颜色会提升很多 然后像这种的话呢 它又是说是 茄春啊 茄春 像这种色的话呢 叫做茄春色啊 所以说各位朋友 你们在看老赵视频啊 或者是直播的时候啊 我说茄春啊 就做出来的话 基本上是这种颜色啊 然后我再看底春啊 再给你们看底春 底春做出来的是这种偏白的啊 像左边这个呢 它就没有春啊 就是白的 像这个的话也是白的 两个看得不太清楚 但是一个是带底春啊 一个是没有底春的 它在太阳光下面才能看到 像这种配起来的话呢 颜色比较鲜艳啊 比较丰富 你看 但在手串上嘛 它就像那个多宝 是吧 像多宝手串一样 挺好看的 但这个的话呢 就很少啊 这个估计也没多少串 像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个头稍微大一点的 这个应该挺多的啊 个头稍微大一点的 这个白底 因为那批料子的话呢 白底的料子非常多啊 基本上都是些这种白底的 对吧 像这些的话呢 也是用我的那个黄匪打了一些小的珠子啊 配了一点这种小的手串啊 个头小一点 个头小一点还行 适合小女生吧 男的的话呢 要个头瘦一点 年轻一点 适合带啊 然后这个的话呢 就是猪链了啊 这种的话就是猪链了 有大的有小的啊 这个的话呢 应该是小的 小珠子 尤其那个小碎裂啊 太复杂了之后呢 就直接给它做成这种小珠子 对吧 这个的话呢 是个头稍微大一点的 然后像这种的话呢 基本上绕几圈 是吧 这样带也可以 还有一种的话呢 它就是作为一个毛衣链 链子啊 你可以挂下面挂一个 其他的玉髓的 就是其他的翡翠制品 对吧 这样挂的也可以 毛衣链这样直接挂的也可以 反正多种用途 然后还做了一种单个的这种款式啊 单个的这种款式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这种的话呢 等于说它也就是一个单颗的珠子 然后个头比较大的 是吧 我们把它就是单颗 镶了一个925云的这种小扣头 这样镶起来之后呢 它这个单颗的话 价格就会稍微高一点点啊 所以说也是物尽其用吧 对不对 其实做这种货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啊 我们做出来的东西都能够卖光的话 其实这个利润还是非常可观的 你看我这个还只是样品 现在的话 这些应该是我出来量的 20%都不到啊 就是说 到时候出来的 我那批货啊 出来的货品呢 会是现在桌子上的六倍 六倍之多 是吧 整一批做下来的话 都卖了 利润是非常可观的 但是就是说这种的话 它就存在一个什么呢 薄力多销 薄力多销 我这个里面还有一颗 那个小乌鸡 有一个料子切出来了 乌鸡 再给你们看一下啊 挺好看的 这种乌鸡夹的一点点 这种白底的肉 是吧 又便宜 对不对 又便宜 然后呢 这种 小黑的 就像一个配饰一样 但是它又是翡翠 真的是挺神奇 好了 那朋友们 这期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也是带大家看了一期啊 这种 我们说的 砖头料也好啊 公斤料也好 它其实 但是这种是比较好的啊 它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 并不叫公斤料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做出来的东西 其实蛮不错的 就这种料子的话呢 它的一个价值所在啊 希望你们可以学到东西吧 好 这期节目到这里呢 就结束了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有喜欢的职业 找小家